4月8日,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,会议分析了国内外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。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年内的第9次会议,今年这么密集的高层会议,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。 这次会议依然聚焦两个主题,国内防控与经济发展,但跟之前会议显著不同的是, 此次会议对形式有了全新的判断,侧重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 首先会议提到,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防控举措,全面推进,复工复产工作。 而在3月27日,政治局常务会议的提法是,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防控举措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, 从统筹推进变成了全面推进。 会议还提到,经济社会发展工作,要加大力度,要坚持在常态化防控中, 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,全面恢复。 这是政治局会议,首次提出,要全面复工复产,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。 这意味着,当下的工作重心,已经全面转为,在常态化防控的同时,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。 接着,会议充分肯定了,国内防控取得的成效。 认为国内防控,阶段性成效,得到了进一步巩固。 但同时,对于国外的持续蔓延, 政治局会议用了,严峻复杂这四个字,进行了概括。 说明高层认为,形势不容乐观。 会议据此认为,国内防范输入性压力,不断加大。 为此,会议强调,要严格落实,对所有入境人员实施, 14天,集中隔离的要求。 而会议对国内经济的判断是,当前,国内经济发展,面临的困难加大。 会议再次强调,确保实现全面建成,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。 这意味着,高层认为,即使在危机冲击之下, 实现既定的,经济社会发展目标,并不会发生改变。 但经济增速的目标,是否会下调,下调到什么程度? 当下来看,还并不明朗。 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,是必须的。 会议明确提到,要着力,扩大国内需求,积极扩大居民消费, 加快推进,投资项目建设,形成供需良性互动。 这次会议,并没有提到外需。 可能隐含的含义是,目前来看,今年的外需,大概率,是指望不上了。 其实,欧美等发达国家,经济停滞,中国经济,必然也会受到很大牵连。 按照野村证券预计,未来一至二个季度,中国的外需,可能同比下降,百分之三十。 这意味着外贸行业,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,大约两千万人,会面临,失业的威胁。 虽然近几年,中国的外贸,占基DP的比例,在下降。 可2019年的,商品贸易总额达到了,31.55万亿元。 外贸依旧占了,GDP的,35%。 如果外贸老板们,看到近期,一些媒体的文章,他们一定会,特别惊奇。 怎么有这么多煽动仇恨,对国外幸灾乐祸的人。 中国被称为,世界工厂,却不停祈祷自己的客户,和生意伙伴完蛋。 对于美国尤其如此,这是什么神奇的思路。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 2018年中国外贸顺差,3509亿美元。 对美顺差,3233亿美元。 2019年中国外贸顺差,4218亿美元。 对美顺差,2958亿美元。 也就是说,中国外贸顺差,2018年,90%来自美国。 而2019年,因为贸易战有所降低,也依旧维持在70%左右。 外贸顺差,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边际。 如今,在美元荒,美元走强的周期下, 原本就贴近,3万亿红线的外汇储备。 还面临着外区不振,顺差流入不足的局面。 所以,此次会议,把重点着眼于扩大内区上。 既然要靠扩大内区, 那么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宏观政策作为支撑。 由于上一次的政治局会议,已经强调, 要抓紧研究出台,一揽着宏观政策措施。 所以,本次会议,没有明确提及宏观政策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,更加有力的政策会缺席。 相反,由于本次会议明确提出, 要扩大国内需求, 无论是供给端的降成本, 还是需求端的扩总量, 很可能将有更加有力的政策出台。 接下来,会议强调, 国内粮食储备充裕, 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。 要抓好春季农业生产, 加强粮食市场价格、监测和监管。 继续做好猪肉、果蔬等副食品生产流通组织, 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。 可以看出, 国内高层的这次发生, 为的是稳定民心。 据公开资料, 近期粮价有明显上涨。 当然,这轮粮价上涨, 不能完全归于国内市场炒作, 国际市场价格也呈上涨之势。 但根据官方资料显示, 中国的大米、小麦、玉米实行进口配额管理, 进口依存度仅1%至3。 按照官方的说法, 主要股物自给率超过95%。 这三种粮食价格, 按理说, 不会受国际市场影响。 但随着一些大米出口大国暂停出口, 大米小麦价格却应声上涨。 目前宣布, 暂停粮食出口的国家总共有12个。 有的国家在国际粮油市场上举足轻重, 有的则微不足道。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。 大米出口, 全球排名第一的印度, 和排名第二的越南, 宣布暂停大米出口。 出口量排名第三的泰国, 政策不变。 出口量排名泰国后面的缅甸, 对大米出口进行控制。 稍微靠后的柬埔寨, 暂停百米和糙米出口。 香米可正常出口。 由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等5个国家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, 宣布在6月30日之前, 禁止出口洋葱、 大蒜、 大米、 乔麦等农产品。 马来西亚宣布将减少棕酮油的出口量。 埃及决定三个月内将暂停各种豆类产品的出口。 直至4月8日, 俄罗斯突然宣布暂停对华的大豆出口。 很多人开始担心了。 但其实, 中国大豆的主要来源地, 依次是巴西、阿根廷、 美国。 全球大豆主要由这三个国家生产。 目前只是短期运输受到了影响。 这三个国家的产量和出口政策都没有变化。 价格的波动区间也在正常范围内。 所以, 中国市场上大豆价格强劲上涨。 显然更多的是来自市场的恐慌。 担心国际贸易中断。 实际上,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大。 而本来应当完全由国内左右的国内大米小卖价格, 却仅跟国际市场上涨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其实, 中国粮食的供需一直处于仅平衡状态。 供给环节的小幅变动, 都很容易打破天平两端的平衡。 例如, 2018年以来, 中国稻米产量连续两年负增长。 但是大米消费一直保持增长态势, 这就使得供求的平衡状态更加紧张。 如果无法从国外进口, 供给侧的砝码就更少了一块。 供需天平的平衡会向另外一端倾斜, 进而诱发价格上涨。 而对于近期国内粮价上涨的现象, 也许是官方认为, 国人对粮食安全过于敏感, 粮食遭到囤积。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, 官媒这段时间密集发生稳定人心。 但其实, 也不能排除另一个原因, 就是因为货币发行太多, 通货膨胀导致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外界刺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, 即使市场供应充足, 价格也很难回落。 通俗地说, 就是货币本身的购买力下降, 导致了物价上涨。 我们回到会议话题。 这次会议提到, 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,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。 要做好较长时间,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。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 例如, 根据报道, 4月8日, 桑德斯退出总统候选人竞选, 正式宣布退选2020年美国总统。 这意味着, 前副总统拜登会成为民主党唯一候选人。 虽然很多人看衰拜登, 认定他赢不了川普, 因为他的温和派作风, 很难赢得民主党内激进派选民的选票。 而桑德斯的支持者也可能会倒戈, 把票投给川普。 但从美国媒体的民调看, 拜登的支持率目前领先川普且幅度不小, 领先了10个百分点。 不过也有民调显示, 在美股四次熔断, 经济下滑的背景之下, 川普支持率不降反增, 创下了历史新高。 正常情况下, 拜登的胜算确实不大, 因为他年龄太大, 执政理念相对保守, 自身也有致命的问题。 所以, 整体上, 桑德斯退出大选, 对于美股算是利好消息, 跟拜登角逐, 川普的连任概率也很大。 但是, 不管谁做美国总统, 不管美国两党谁执政, 由于各种因素, 美国高层与民意, 都将会走向, 长期遏制中国的策略。 危机之后的世界, 孤立主义可能盛行, 对立和矛盾也会增加。 面对经济的巨大损失, 面对社会矛盾的撕裂, 各国会做出如何选择。 是在存量市场里厮杀, 还是重走全球化, 携手应对危机。 我们不得而知, 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